更新医院新店总院志工对爱心义卖活动将在10月2号到6号登场 截至其展开物品募集 欢迎民众可以提供九成新的日常用品、皮包或是全新的衣物鞋子 募集活动到9月28号截止 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物品 有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另外也有衣物、样样俱全 这些义卖物品都是由新店更新医院的职员、病患家属 还有厂商与热心民众签赠 现场还有一工亲手制作的点心相当受欢迎 更新院新店总院今年度的志工对爱心义卖将在10月2号到6号登场 截至其展开物品募集活动 欢迎民众可以提供九成新日常用品、皮包或全新衣物鞋子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到下午5点送到社会服饰 募集到9月28号指 义卖所得将捐赠圣心儿童基金 帮助贫困儿童请大家共襄盛举 其实更新医院一直以来对于公益活动不遗余力 像是安康院区6月份时也举办过福满安康淘宝州爱心义卖活动 获得民众热烈响应 更有许多看证民众经过时不吝啬掏腰包响应 让人十分感动 当时义卖所得是用来帮助经济弱势病患 把爱心化作助人的力量 让善的力量可以无限循环 接着是明正门期新店采访报导